赵紫阳的道路 亲历赵紫阳改革道路的四川起点 蔡文斌 赵紫阳理性对待造反派 造反派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造反派是人不是鬼 其实造反派远远不是一派 由于毛泽东公然号召造反有理 当时几乎所有的公开活动的政治团体 无不自命为造反派 他们来源不同 目标各异 行为更有着千差万别 而共同点是都造成了毛泽东所希望的天下大乱 于1966年至1968年间 相对强势了两年多 以后所有造了各级官僚的反的人都长期挨着 一直被打压了四十多年 成为中国社会绝对的弱势群体 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笼统地把一切造反派都当成文革的罪人 把文革中的一切罪行 特别是后八年对广大群众的残酷专政都算在造反派身上是有失公正的 他们中除了触犯刑律的最严重的犯罪分子以外 理应得到政府的保护 然而很多人至今仍然受到当政者的鄙视和压制 这不是犯案 而是历史的真实 说到老干部与造反派的关系 难免让人想到 几十年来最熟悉不过的那种官样文章的描述 文革中 他们受尽了造反派的残酷迫害 都因此不屈 英勇斗争 文革以后更加坚决贯彻党中央部署的对造反派进行狠狠打击和深入清理 可是我所了解1976年前后这个非常时期 赵紫阳与造反派的关系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1976年的造反派群体相对于当时的专制政权 当然是弱势群体 赵给予造反派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体现了他对弱势群体的理性宽容和人性的关怀 1975年10月 赵紫阳来到四川的时候 一场新的政治风暴 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运动将要来临 这场运动开展了将近一年之时 又迎来了结束文革和清除文革影响的 接批茶运动和清茶三种人运动 1975年至1980年期间 他逐步解决四川农民吃饭问题的改革试验 始终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干扰 他不仅要直接面对严峻而复杂的政治形势 而且要亲手解决各种敏感而棘手的政治问题 政治干扰具体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央的运动部署和要求 以及个别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干预 另一方面是四川少数造反派人员的冲击 对于这两方面的政治问题 赵紫阳采取的基本态度和具体的方式是 在稳定大局的目标下 能拖就拖 能化就化 理智的认识和处理 尽量不去人为的扩大和激化矛盾 关于来自中央领导人方面的干预 1978年底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赵紫阳曾经跟我谈过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于1976年2月 中央批凳打招呼会议上 赵紫阳曾经被华国锋出卖 而受到了江青的批评 1976年2月 赵紫阳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批凳打招呼会议 对于这个由华国锋主持的会议上 那些批凳的言论 赵紫阳心里不太接受 赵紫阳和华国锋原来都在中南局工作 赵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华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互相比较熟悉 赵紫阳听了华国锋的谈话后 提醒华说 国锋同志 批凳的事要谨慎 整顿工作中的许多事 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 有些界限一定要掌握好 不要把打击面搞大了 他这个建议本来是好意 没有想到华国锋却把这件事告诉了江青 江青就在批凳打招呼会议上 把赵紫阳点了出来 他说 有些人对中央的会议不理解 有意见 有情绪 赵紫阳 你是怎么想的 搞得赵紫阳压力很大 赵紫阳回来以后 照本宣科传达了中央会议的内容 自己不加任何评论 这次省委会议 我参加了 赵紫阳没有因为江青批评了自己 而反格一击 高调批凳 也没有因为受了江青的批评 而向造反派发现 开了传达会 他就把日常的工作交给了 省委书记 段军毅和赵紫阳 自己又下乡去了 这使1976年四川的批凳 反击右倾方案封运动 没有对1975年 邓小平全面整顿工作 取得的成绩 造成太大的否定 第二件事 是发生在1978年 邓小平来四川的时候 主要牵扯到 对1976年四川批凳 反击右倾方案封运动中的 那些闹事造反人员的镇压和处理 尽管这个问题更加严峻和复杂 但是他仍然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和方法 力所能及的基于妥善的应对 使四川的局势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赵紫阳在四川所遇到的造反派问题 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文革初期 四川和许多省份一样 曾经有三派群众组织 激进造反派 温和造反派和顽固保守派 1967年5月 中央下达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以后 保守派因为被中央否定而基本瓦解 全省主要只存在激进造反派 826派 温和造反派 红成派 两派造反派组织不仅积怨已久矛盾重重 而且都在历次的整人运动中 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1967年2月 四川二月正反中 成都军区支持保守派 团结红成派 镇压826派 抓捕了10万人 这是周恩来说的 1967年5月 红十条下达 到1969年9月 中央再次招手解决四川问题 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刘洁廷 张希廷 又支持826派 镇压和打击红成派 1969年底至1971年底的批青运动中 省革委中的军队负责人 又借着批判刘张错五 和清查516三老会的机会 大整826派 全省抓捕和判决了数万人 尽管1969年以后 两派群众组织已经解散 二月正反和批青运动 受害人员的政策先后落实 但直到赵紫阳来到四川之时 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原两派造反组织中的部分骨干成员 仍然因为自身权力要求被得到满足 而不时地聚集起来 与各级的党委抗衡 此时两派造反派之间的对立 已经基本消除 矛盾主要存在于 他们与各级党委之间 虽然他们人数不多 而且已经得不到原先造反派群众的支持了 但是他们多原为造反组织中的知名人物 个人能量和社会影响仍然很大 他们的权力要求大体包括几方面 一是被错捕错判者要求彻底平反 二是被撤销各委会职务者要求恢复职务 三是进入各委会要求给予实权 四是家庭出身 条件够条件者要求入党 因为自己的不如意的现实处境 和不顺从的政治态度 他们已经把自己与那些进入各级各委会 而入了党当了官 得到重用的造反派代表区别开来 那些人为在朝派称自己为在野派 抱着各自的权力要求 他们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曾经聚集起来闹了一次 并解决了部分问题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运动 又把许多造反派人员整了下去 那个时候邓小平搞的是一刀切 凡是闹派性的通通掉离领导岗位 这些造反派憋了一肚子的气 赵紫阳来到四川不久以后 毛泽东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运动 再次让他们受到鼓舞 特别是毛泽东发出的 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的最新指示 更是他们看到了解决自身权力问题的希望 于是他们再度活跃起来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以后 造反派这个名称逐渐演变成了 社会恶势力的代名词 在人们的车载斗梁的众多陈述中 他们往往被形容为冲锋队那样的仇恶形象 造反派即为文革罪恶的代名词 尽管2005年以来 海内外许多文革学者和造反当事人 出版了著述 对此进行了拨乱反正的澄清 但是至今不少人依然习惯于这样的描述 殊不知这主要是官方政治宣传和知识分子 个人控诉难免的妖魔化倾向 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其实造反派也是由活生生的个人组成 他们也有父母兄弟 也有七情六欲 也有个人理想和个人利益 其中一些人更在文革前 因为各种政治原因而遭受迫害和压抑 内心怀着改变现实的愿望 如果说1969年以前 他们参加造反更多的是 盲目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 那么1969年以后 他们的所谓造反 便主要是以毛泽东发动的一个个政治运动 为合法借口而争取自己的权利了 高稿和颜佳琪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 完全根据官方宣传的文字 将这个时期的造反派描写得张牙舞爪 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我认为有倍于历史的真实 赵紫阳来到四川后遇到的造反派 便是这样一些活生生的 怀有个人合理或者非分利益要求的 真实而具体的人 据我所知 他在1976年10月以前 与这些造反派人员打交道时 一直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的 1976年10月以后 他在处理这些造反派人员时 同样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 他不像许多老干部一样 把这些人视为势不两立的敌对分子 以敌视的态度 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打击 他在1976年10月之前和之后 对待闹事造反派人员的态度和行为 跟他在1989年夏秋 面对着请愿学生时的情形 一脉相承 都体现了一个现代政治领导人 应该有的宽容的胸怀 理智头脑 民主风范 四川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实际上是1976年3月初才开始的 这之前四川的造反派人员 还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他们似乎还没有从全面整顿的压抑中 回过神了 1975年11月底 中央批邓打招文件下发 赵紫阳12月份才在省委极小的范围内 传达了文件精神 造反派人员真正有所动作 是在1976年3月初 赵紫阳到四川后 第一次遇到的冲击 主要来自于当时 闹事造反派提出的一个 打二赵的口号 就是打赵紫阳和赵苍碧 所谓打不是打倒 而是采取写大字报 刷大标语 集体上访等方式 施加舆论压力 希望省委解决自己的权力问题 这时的造反派人员 早已经十分清楚 自己不仅不可能打倒谁 反而自己的问题 还要依靠这些当权派来解决 所以施压的目的 不是要打倒相关的老干部 而是希望他们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些造反派为什么要打二赵 本来赵紫阳刚从广东过来 这里的人对他并不了解 和他没有什么积怨 没有理由找他麻烦 问题是他作为当时四川的党政军一把手 解决问题必须找他 那个时候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以后排名最前的书记是段军毅 赵紫阳下乡的时候 由他来主持日常工作 赵紫阳是分管公检法的书记 也分管批凳运动 批凳运动开始的时候 赵紫阳没有介入造反派的事情里面去 他还是经常下乡 大部分时间不在省委 为了让他集中精力 掌握全局和装好农业 段军毅和赵紫阳就主动地站在前面 掩护他 段军毅比赵紫阳大六七岁 当时已经六十多岁 他对找上门的造反派人员很无所谓 你说什么他都不理睬 你提什么要求他都不表态 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老干部 很有一套对付造反派人员的办法 他的主要办法就是生病 美尼尔市综合症 有批凳运动的事向他汇报 他就宣布一下 他应付造反派人士 从来不发脾气 一点脾气都没有 不管造反派找他怎么说 也不管怎么样指责他 他就在那儿睡觉 那些人一闹 秘书就解释说 他昨天晚上没睡好 他有美尼尔市综合症 造反派人员知道 找他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只好去找分管运动的赵仓碧 赵仓碧文革前就管政法 文革中重新出来工作 也是管政法 这方面的许多问题 难免牵涉到他 所以批凳反击右倾方案 封运动来了以后 那些文革中被错抓 错判的造反派人员 便经常到多子巷 23号他们家的门口找他 要求翻案平反 造反派自然要把它列为 施压对象之一 达二赵的主要目标 是赵仓碧 而不是赵紫阳 经常被围堵的对象 是段军毅和赵仓碧 紫阳基本上没有被围堵 他老下乡 造反派找不到他 他的目的是 不能够因为自己被缠住 而使全面工作瘫痪 其他的省委领导也理解他 主动承担责任 但是他主动找人谈话 布置紧要工作 他不愿意公开出面 形成紧张对立的局面 而是努力地掌控全局 避免矛盾激化 所以当时受冲击最大的是赵仓碧 而不是赵紫阳 总体上1976年 批邓反击右倾方案封中 造反派人员对赵紫阳比较文和 对他多少表现出了人情的一面 理智的一面 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发生在1976年4月2日 当时省委在成都锦江大礼堂 召开批邓反击右倾方案封大会 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代表 纷纷指责省委对批邓运动 态度不坚决 抵制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坐在主席台上担任 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多数造反派代表 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宣布造会议的版 除了我和江海云 两个省革委的副主任以外 其他人都在声明上 签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批判二赵和四川省委 1975年执行了邓小平路线 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都提拔到了各级领导岗位 对造反派进行反攻捣算 要求省委尽快地转弯子 为造反派落实高台贵手政策 紧将大礼堂会议后 这些造反派还把声明贴上了大街 试图给省委施加更大的舆论压力 这个时期 造反派人员还干了一件 更加不得人心的事 1976年3月4日 重庆青年白志青在成都闲市口 贴出了批判张春桥的长篇大字报 得到了成都大多数市民的热烈拥护 少数造反派人员却历令置婚 公然与广大市民唱反调 他们见省委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很不积极 以为抓到了迫使四川省委就范的政治把柄 便于3月13日挟持着段军毅和许梦霞 时任成都市委第一书记 好吃好喝的到北京告状 准备向中央递交揭露四川省委 抵制批凳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白志青的材料 结果中央领导只是派人把段军毅和许梦霞 接去保护起来 并没有接见他们 搞得这些人灰溜溜地返回 这些人回来以后下不了台 就于1976年3月25日 写了一个四川省附近告状团 向四川人民汇报书贴上了大街 以此蒙蔽舆论 1976年4月8日 中央把四五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 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 他们更是抓住了白志青事件 对省委进行批判 当时赵紫阳在四川的形象比较正面 造反派开始没有找他的麻烦 直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升级以后 造反派才把矛头指向了赵紫阳 说他在广州如何如何 说他耍滑头躲运动 说他不肯出面接见造反派 虽然这些舆论不是什么政治要害 还是给他这个省委一把手 平添了某种政治压力 即使这样 赵紫阳也没有放弃 做造反派的沟通和说服工作 并且实事求是的 为他们落实相关政策 白志青事件尤其体现了 赵紫阳在两难的情景中 对人的慎重态度 一方面他十分认同白志青的观点 不惜顶着政治压力 尽量的拖延淡化 和减轻对他的刑事处理 另一方面 他对以白志青事件为借口 来威逼审委的造反派人员 虽然非常反感 但是仍然采取各种方法 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赵紫阳曾经告诉我 他来四川前 在中央办公厅翻阅了大量的 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 包括历次解决四川问题时 中央领导的讲话 特别是周总理的讲话 和邓小平的讲话 他都仔细看了 对四川文革期间的人和事 脑子里都有个印象 因为来四川前 对我有些印象 到四川后 又和我有所接触和了解 所以1976年 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运动期间 赵紫阳多次找我去谈话 了解四川造反派的历史和现状 赵紫阳不是一个读书型的领导人 而是一个思考型的领导人 他一生看书不多 跟胡耀邦的风格不一样 胡耀邦不管到哪里都带着很多书 有空就阅读 赵紫阳不管到哪基本上都很少带书 他第一是深入调查 第二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思考 这是他的风格 他找人座谈 一般秘书都不参加 他自己手拿一个本子 也很少记录 他找你谈一次话 最多记录三五次 他喜欢敞开式 沟通式 交流式的来谈事情 这跟1989年 面对北京学潮时 他提倡的对话方式基本相似 他的政治理念和他的形式风格 使他习惯于交流式 沟通式 探讨式的谈话 从不主张自己说什么 你都要记住和听从 在语言交谈中 他不主张你一直记录 他不喜欢这种风格 在交谈中我感觉 他对正在闹事的造反派人员 没有任何的仇恨 也没有任何的报复心理 也不赞成 无原则的让步 他就一个观点 有什么问题 就解决什么问题 但不能影响稳定 在批邓反击 优青方案风运动中 他对那些闹事的造反派 提出的要求 也是实事求是的 有什么问题 就解决什么问题 他认为既要解决 造反派的历史遗留问题 又要保持四川的局势稳定 为此他给我具体布置 让我去做闹事造反派人员的工作 他还陆续跟结合进省革委的 其他造反派代表进行座谈 听取他们的意见 要求他们去做闹事造反派的工作 受到造反派人员冲击 最多的赵仓碧 1977年调到了中央 当公安部部长 他是老公安出身 是个老实人 从不说假话 为人很正直 他就住在我的隔壁 从1976年3月开始 经常有成群结队的造反派人员 到省委门口静坐 也到赵仓碧门口静坐 要求省委主要领导 接见并解决问题 这时赵紫阳如果在省委 就会通知我前去解围 他要求我一定要把群众的情绪稳定住 凡是过去被整错了的 省委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基于解决 他的基本观点是化解矛盾 缓和紧张关系保持局势的稳定 四川不能再有大的折腾 这是他在这个时期的中心思想 我当时花了很大的精力 据给赵仓碧以及段军毅解围 不仅劝说属于原来红城派的人 也要劝说原来属于826派的人 客观地看 十年文革中造反派行为的性质 并非始终一致 而是随着人心变化 而发生着历史演变 就他们中的多数来说 1966年至1968年 他们的造反既有响应 伟大号召遭受利用的一面 又有反对政治迫害的一面 由于人们对文革前和文革初期 官方整人运动和官僚作风的不满 造反派的反迫害诉求 曾经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而1969年至1974年 造反派的诉求虽然主要 限于要求落实平反政策 但因为人们已经厌倦和反感 文革中的反复折腾 特别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 使人们看清了中央路线斗争的实质 全国上下人心思智 造反派的行为已经失去了 更多的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1976年造反派的入党和当官要求 已经变成了不能代表任何社会群体利益的 个人行为 明显与全国人心和历史的潮流背道而驰 这就丧失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了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方案封当中 四川部分造反派人员要求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类 一是给予进入各级各委会的群众代表以实权职务 二是发展符合政治条件者入党 三是增补一些骨干人员进各级各委会 虽然这些要求不太得人心 但从各级党委到造反派人员 仍然将其纳入了毛泽东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指示的框架中 来理解和解决 为了稳定四川形势 赵紫阳对此态度是积极的 1976年6月初 刚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的华国锋来到四川 当时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到中国访问 华国锋陪他从北京来成都参观 主要是参观独江宴 当天晚上赵紫阳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 举行宴会欢迎比兰德拉来成都访问 是在锦江宾馆二楼的宴会厅 那一次的招待 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 送走比兰德拉后 我向赵紫阳汇报工作 他谈到了华国锋的有关指示 华国锋很正面地提出了要给造反派 落实高抬贵手政策 过去挨了整的要平反 关进监狱的要及时释放 符合条件的要吸收为党员 具备条件的要提为干部 我听了表示拥护 感到这是毛主席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指示的具体化 也是中央的政策 华国锋离开后不久 四川省委就专门下发了 中共四川省委1976年第27号文件 文件指出 我们要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 特别是要听一听受错误路线压制的 同志们的意见 他们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 对错误路线的危害体会就比我们深刻的多 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 对于反对自己的意见更是要听 有些话听来刺耳 但往往有真理 当然 听取意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哪里意见多就到哪里去 还可以找上来座谈 也可以个别谈心 27号文件部署各级党委 官彻落实毛泽东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政策 赵紫阳亲自主持制定的27号文件 对1976年稳定四川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6年所传达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最高指示 本是毛泽东此前为了维护王洪文一个人的权威而发 但是高层文革派却从中发现了加强自身权力基础的机会 他们发现1969年至今 他们曾经拥有的造反派群众力量早已经遭到解散 即使各级革委会中幸存的部分造反派代表 也因多数不是党员和手中没有实权而名存实亡 这使他们的权力基础十分薄弱 于是他们便利用周恩来逝世和邓小平移岛的大好机会 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转换成了 以解决造反派代表入党当官为中心的政策 各地的造反派人员以为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再次关照 于是就纷纷起来响应 这就是1976年所谓造反派篡党夺权行为的由来和真相 那个时候大学生和中学生已经分配工作或者上山下乡七八年了 工人早就回到工厂正常上班 人们都重新有了自己的利益取向 所谓造反派其实只剩下少数要求解决个人问题的人 批邓运动开始后中央的舆论造得很大 这些早就被排挤到政治边缘的造反派人员 再次感到又有了造反的合法理由 全省各地的少数造反派人员自1969年失去大事后 首次半公开聚集起来 甚至原先属于不同派别的人也消除对立走到一起 尽管没有再次形成统一的群众组织 人数少而散 但是气势不畏不壮 方式仍然以大字报和大标语为主 各别地方还临时办起了固定或者移动的广播站 内容主要是限于落实高台贵手政策 解决造反派代表的入党当官问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首先就要求各级党委表态 这种情况下 赵紫阳就去做造反派人员的工作 他非常谨慎而耐心地协调各种关系 就像在1989年学运中一样 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矛盾 赵紫阳也找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并且征求意见 他问我过去所代表的红城这一派当中 过去有影响的人物 有没有未被妥善安置的 我说有一个武林江 过去是一大派学生造反组织 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这个人有一定影响 还有一个陈述权 过去是一大派工人造反组织 红卫东成都部队的主要负责人 在东郊军工企业里很有影响 二人都因为1968年 省各委主要负责人刘洁挺和张锡婷 大搞派姓而没有被结合进省各委会 我建议可以考虑把陈述权和武林江 增补为省各委会的副主任 赵紫阳没有表态 他问武林江在哪里 我说在西昌 他问此人的情况怎么样 我说他1968年以后 基本上不参与政治了 他问陈述权在哪里 我说在查电子电子工业部第十研究所 他说好 你把陈述权的地址电话告诉省委办公厅 我要找他谈谈 后来赵紫阳见了陈述权 听了陈述权的意见 主要是了解造反派的历史遗留问题 并征求解决意见 可能是武林江在西昌距离太远 他没有说请武林江来 这说明赵紫阳在批凳反击右倾方案风运动中 并没有跟造反派人士对立起来激化矛盾 他非常宽容平和 你谈什么问题他都听 然后认为什么问题该解决就解决 目的是稳定四川局势 找这些人交谈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不是谁带头 闹才找谁沟通 我理解这是赵紫阳为了稳定大局 和防患于未然的举措 陈述权回忆赵紫阳接见时对他说 毛主席说了 天下未乱属先乱 天下一致属未致 文革开展快十年了 四川不能再乱了 你要做好下面的工作 你们这一派有什么意见 可以提出来商量解决 但是不能再乱了 1976年8月16日 四川发生大地震 赵紫阳的经历也转移到了抗震救灾 没有来得及落实陈述权等人的事 我提出的另一个人选 武林江 可能因为远在西昌对全省局势影响不大 赵紫阳没有再提及 他还分别找了其他有影响的造反派人员座谈 向他们了解情况 并且征求意见 工作相当具体 成都这边826派的主要负责人 江海云 邓兴国 重庆那边的815派主要负责人 周嘉瑜和反到底派的主要负责人 之一的黄连 凡是原先造反派中的主要人物 赵紫阳都诚恳地找来座谈 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的基本态度是 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可以提出来协商和解决 但是不能再到社会上去闹了 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运动 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 四川省委已经在按照中央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做 四川无论如何不能再搞派性 不能再把队伍拉起来 不能再乱一次了 赵紫阳在1976年 解决造反派遗留问题时 就表现出理性 宽容 协商 沟通精神 尽量给造反派人员 搭建平等对话的平台 赵紫阳找你谈话 绝不敷衍应付 而是真诚地听取你的意见 互相随和地进行沟通 你想说的话 他都尽可能地让你讲出来 然后商量式地探讨如何解决 跟他谈话 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如释中复的感觉 因为他真诚地对待造反派 他把造反派当人看 凡是见了他的人 大多不再有愤怒和积怨 1976年 赵紫阳在解决造反派人员 跟省委的对立和冲突过程中 一直把协商对话作为解决矛盾的根本原则和方法 这也是他到中央工作后解决政治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这也是赵紫阳最了不起的一个方面 赵紫阳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革的教训 他在座谈中跟我们讲自己在广东受到了冲击批判 从没有怨言 他认为群众的过激行为中存在很多合情合理的东西 不能一概视为捣乱 但是他不主张继续乱下去 而主张稳定社会形势 1976年3月到7月期间 赵紫阳真心实意地想安排使用造反派中的一些品质好 有能力的人 主要目的是稳定局势 但到了8月份 抗震救灾以后 他对这件事就没有时间和精力过问了 所以这些事情没有具体落实 据我所知 四川各地批凳反击右倾方案风运动后期 除了革委会增补群众代表知识酒托味觉外 造反派人员中的红色出身者多数加入了共产党 各级革委会中 过去是党员的造反派代表 许多获得了独党一面的实权 赵紫阳在四川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两句话 第一是全面稳定局势 第二是解决四川八千万人的吃饭问题 他解决造反派的问题 看起来是在贯彻中央的部署 其实也是为了稳定和搞好经济 赵紫阳在座谈中讲话很平和 不乱扣帽子 不用自己的权势压人 他对人的看法和处理很慎重 带有理性特点和人性色彩 这些座谈和沟通 对于稳定四川当时的局势作用很大 二文革结束以后 赵紫阳在造反派问题上继续他的理性 务实 协商 尊重基本人权的做法 1976年10月6日 中央高层抓捕王 张 江 摇 四川邦宣告 毛泽东时代结束 毛时代结束 无疑是中国政治领域的历史性转折 然而因前期冲击各级当权派的造反行动 和后期要求落实政策的造反行为 造反派理所当然地被绑在四川邦的战车上 遭受粉身碎骨的最后打击 最后打击不只是从政治上宣判造反派的死刑 而且包括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 并采取极左的手段和措施 对他们实行严酷镇压 1976年底至1979年底 全国范围的接批茶运动 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亲自主持下 对造反派进行大批判 大清查 大逮捕 全国各地 各行各业 各单位 凡与造反有牵连的人和事 一律 新账 老账一起算 严惩不淡 虽然红头文件写明了清查的重点 是四人帮组织系统的帮派骨干 和在组织上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但是由于真正属于这个范畴的人 当时大多还是省级政权的掌权者 清查的重点自然就变成了群众中 与四人帮毫无组织联系的造反派人员 有些省份甚至将省 地 县 区 公社 各级 凡是文革中当过造反派组织头头的人 一律列为打击对象 大批人被批斗 游街 大批人被抓捕 判刑 造反派过去几次所受迫害相加 也不如这一次 挖祖宗三代 查阶级根源之类的 无限上纲上线的传统做法 不仅少不了 而且登峰造极 手段之爆裂 方法之极端 触及皮肉与灵魂之深刻 打击面之大 及历史上包括文革在内的 所有整人运动之大成 这次对造反派的总清算 虽然发生在十年文革后 但具体执行者仍然是文革中的 各级政权班子 具体做法仍然是以整人为宗旨的 17年的政治运动 从手段 程序 到最后的处理 都完全违反法治的原则 只因为它挂着正确路线的广子 所以即使在提倡实事求是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受害人群中也无人敢于提出申诉 更不可能有谁主动给予平反 四川1976年10月以后 开展的街皮茶运动 最能体现赵紫阳对造反派的宽容态度 从全国来说 这次在揭发批判清查斯恩邦名义下 对造反派的总清算和大镇压 无论怎样狂热和爆裂 也难出现异议 四川造反派人员 直到1976年 还在为落实方案 平反和入党当官政策而闹事 文革后本应遭致严酷镇压 但因为赵紫阳在镇压中比较注意政策界限 他们实际遭受的打击 要比全国许多省份轻得多 1978年2月以前 四川省的街皮茶运动和全国各地一样 开展的轰轰烈烈 但主要限于官方的报纸 广播和各个系统 各个单位的大揭发大批判 其中包括对四川省所谓的帮派体系 头头的揭发和批判 许多省份1976年10月起就开始抓人了 四川省这时抓人非常之少 主要采取的是隔离审查方式 这体现了当时赵紫阳的指导思想 他在街皮茶运动中有两个基本的观点 一是对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和帮派体系 一定要批判 一定要肃清流毒 二是对文革造反派 不要搞一刀切 对寄取人员的处理 一定要谨慎 不要随便抓人 不要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他的基本思想是 批判要严 处理要宽 所以这个时期 四川对于抓人控制比较严 这是赵紫阳在反思文革和17年教训基础上 表现出的理性提高和人性进步 四川开始大规模抓人 是1978年2月中旬才开始的 要比全国省份晚了一年多 四川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大规模的抓人 因为1978年春节前 邓小平回四川直接过问了此事 当时省委向他汇报 接批四人帮的工作 邓小平插话问 那些帮派头头都抓起来没有 紫阳说 对帮派体系的人 都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清查 邓小平又问了一次 抓了没有 赵紫阳只得说还没有抓 邓小平说 帮派骨干都应该抓起来 所以四川省大规模抓人 是执行邓小平回四川 所做指示的结果 1975年赵紫阳到四川工作 邓小平对他非常信任和支持 这次邓的指示他不可能置之不理 据赵紫阳后来讲 1978年春节后抓的那批帮派骨干 都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定的 邓小平的意见是 四川帮派体系里面 干了严重坏事的帮派头子和骨干 一定要严惩 省委专门开会传达和落实 邓小平指示 内容很简单 就是小平同志指示我们 一定要严惩文革中闹事的帮派骨干 赵紫阳此前讲话 总是说接批茶运动中 对人的处理原则上 一定要谨慎 不要翻烧饼 昨天造反派整所谓的走资派 今天又把造反派当成走资派来整 不能这样做 要保持四川局势的稳定 对人的处理要谨慎 但这时他也不能改变态度 要贯彻邓小平指示了 赵紫阳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内幕情况是赵紫阳后来告诉我的 1978年春节 邓小平走了之后 成都地区的少数原造反派负责人 造反派的干部 造反军人都被抓了 具体时间是1978年2月11日 四川省召开了一个全省规模的公布大会 每个地区都设了一个分会场 全省统一大规模抓人 设在成都的主会场 主要是抓省一级的造反派人员 所以四川抓人的分界线是1978年2月11日 然而就是在这种形式下 全省范围的抓捕对象 也主要限于文革中重大事件责任人 和武斗命案的责任人 1974年 批林批孔运动中和1976年 批邓运动中为首闹事的人 没有像有些省份那样 把知名的造反派头头都收入网中 赵紫阳对造反派采取的 仍然是比较温和的政策 如陈树全受到赵紫阳接见后 到原宏卫东组织去做造反派的工作 斯邦被抓后 他所在的单位认为他搞帮派活动 要整他 这件事反映到赵紫阳那里 赵紫阳告诉我 是我让陈树全去做红卫东造反派工作的 不能认为他是在搞帮派 陈树全同志各方面反应都不错 而且很顾全大局 请你转告他 不要有什么顾虑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成都地区结合近省革委的 八九个造反派学生代表 一个都没有抓 我和江海云两个造反派学生的主要代表 不仅没有被抓 而且我继续担任着省革委的副主任 和团省委书记 江海云继续担任着革委会的副主任 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甚至到了1977年12月 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 文革中结合近省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 全部被驱逐 我和江海云两个人仍然担任省革委会委员 1978年赵紫阳为了保护我们 并且给予锻炼的机会 又让我到琼莱县担任县委副书记 让江海云到滋阳县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 尽管可以说 包括我和江海云在内 所有造反派学生代表没有被抓的原因 主要是我们身上没有武斗的命案 而且1969年以后 基本没有参与造反派的活动 然而我和江海云仍然担任 省革委会委员和县级领导这件事 在全国肯定是绝无仅有 四川省地方大 各地的主政官员 政治素质和思想状态不尽相同 其中既有像赵紫阳这样 理性而宽容的领导 也有大量报复型的干部 因为赵紫阳身在省会城市 边长莫及 不少地方在主政领导 报复心理的驱使下 对造反派的抓捕和判决 肯定远远超过成都地区 比如重庆和自贡 这个时期的赵紫阳 不像许多老干部那样 因为文革初期受到过粗暴的批斗 而借机对造反派大搞反攻捣算 他不仅不赞成这样搞 还想保护一些他认为政治品质好 和有工作能力的造反派代表 特别是其中的造反派学生代表 我觉得赵紫阳好像对学生特别关心 即使造反派身份的学生也不例外 这跟他在八九学潮中 对待学生的态度几乎是一样的 赵紫阳1976年在四川处理文革造反派问题 所采取的理智宽容和协商对话的原则 奠定了他1989年处理六四学生运动问题的思想基础 赵紫阳在1989年学潮中 提倡采取协商对话方式解决问题 绝非偶然 其中好像有一条历史的脉络 那就是他用心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 遭受冲击的深刻教训 弱化或者放弃了在党的绝对领导下 用专制手段打击和压制不同观点和意见 学会了平等对待群众 通过民主协商 理智对话和真诚沟通的途径解决矛盾 作为文革前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 赵紫阳是真正的从文革悲剧中 吸取了教训的少数智者之一 用的自己的话说叫做大彻大悟 他意识到老百姓因为对共产党政权 共产党官员的整人害人路线和官僚主义作风不满 才在文革中整当全派 他是从正面吸取了教训的 所以从文革后期一直到八九学潮 他都很注意听取异议群众的意见 处理好与异议群体的关系 尽力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在中共老干部当中 赵紫阳和胡耀邦堪称这方面的典范